一说起路易 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甚至一些小伙伴在熟悉不过了 想想大高大帅气的形象 真的是不少小伙伴们心目中最合格的男神啊 他不止长相帅气 演技也是无限急捧的 路易自出道以来就出演了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如《永不明目》 《男才女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爆火的人民的名义 直接让他的演艺生涯在上高峰 也是缺了不少的粉丝 更是凭借这部剧获得了话鼎奖最佳男演员 一时之间风光无限 在剧中 路易一神正气的样子真的很帅 如今的路易已经47岁了 但是依旧英俊潇洒 在娱乐圈里面他也是非常的低调 但是他的个人魅力还是一直在散发 而男神路易更是选择在事业上生气跟爆雷结婚 结婚之后爆雷就渐渐地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 很少再拍戏了 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面 其实爆雷也是一名演员 曾经的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在演艺圈里打拼着 凭借着亮丽的外表 在还没有毕业的情况下爆雷就已经参演许多影视剧 如韩玉 肝胆照人间 红色警戒等等 但是在学校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佼佼者了 众所周知 娱乐圈可以说是复杂的 很多明明情侣经历多次的分分合合 但是有一些相处十几年 二十几年也还在一起的明星情侣也有很多 只不过顺应了那句好男人都是别人的 这种说法就像爆雷和路易 路易和爆雷这一对确实是娱乐圈里面的金童玉女 当年两个人在一起的似乎也是备受大家欢迎的 毕竟路易长得帅 爆雷也特别的漂亮 实在很是养眼 如今爆雷与路易依旧爱了十多年 也有了爱情的结晶 两个女儿相当漂亮可爱 如今这一家四口的生活十分幸福 而许久未露面的爆雷和路易却在去年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 从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档节目刚播出时 这对夫妻俩的感情就让人十分羡慕 虽然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 但却依旧甜蜜 通过采访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会称呼彼此宝宝 平时出门也会手拉手 甚至两人有时还会互相调侃对方 当路易觉得爆雷做的头发不好看 要去找个帽子 给爆雷带带的时候 一旁陈乔恩作为爆雷闺蜜 一针见血的点名 男人诡计多端的小心思 陈乔恩说 路易是想要凸显他的意见很重要 路易拿了帽子回来 再次对爆雷穿的衣服评价论足 路易觉得爆雷的衣服穿得有点过了吧 这时陈乔恩名人不说暗话 直接怒对道 你懂个屁啊 简直笑不活了 这妥妥凸显路易不仅是毫无家庭地位 甚至是出门在外 连老婆闺蜜的脸色都要看几分 不得不说 爆雷绝对是最强的家庭主妇了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